二十幾年的房子 然後因為真的非常舊 所以我就把它整個重新裝潢 然後呢就有一天 我就是在整理的時候 門可能沒有關好 就樓上的住戶就走下來 你這個門 是跟之前不一樣嗎 我以前開你家這個門 都可以開耶 都可以開 什麼東西 東西小小嗎 他有遇過一個也是很可怕的 然後房東呢是一對老夫妻 他們就住在我家樓下 但是有一天我回家 我就在窗台 看到一個不是我的東西 是一個延長線 然後那條延長線是 插在牆壁上的插座 看到他們家裡 那他怎麼到你家的 對 我不知道 我再看看 第三名是 侵犯隱私 民居侵犯隱私 怎麼侵犯 他能幹嘛 我有遇過也 而且我第一次遇到 我聽到我想說 我是幻婷嗎 然後就是 我那時候買了一個公寓 然後它大概是二十幾年的房子 然後因為真的非常舊 所以我就把它整個重新裝潢 然後呢 在裝潢的時候 因為我就想說 那個門也有一點 舊 痕跡了 歲月的痕跡 我就一起把那個鐵門 就我們家的那個鐵門 不是樓下 是我們家的 那一戶的 也把它換了 然後呢 就有一天 我就是在整理的時候 門可能沒有關好 然後就因為有東西要進硬出出嘛 就樓上的住戶就走下來 就說 林小姐啊 你搬進來啦 我就說 對啊 我搬進來了 就說 喔 你這個門 是跟之前不一樣嗎 我說怎麼了呢 他說 喔 我以前開你家這個門 都可以開耶 我自己開 什麼東西 都是小小嗎 我整個心都涼了 我想說什麼 你在跟我說什麼 他應該有精神的問題 所以我就沒有跟他講那麼多 那一次 然後我心裡想說 好 那還好我換了 好可怕 我剛好是主委吧 沒有 我真的 就終於 你終於沒有關會 所以我那時候真的覺得好可怕 但還好他是女生 如果他是男的話 不行啦 都不行啦 太可怕了 他真的很可怕 我還有遇過一個也是很可怕的 這我很想問律師 那時候沒什麼錢 所以我租了一個非常便宜 然後在士林那邊 然後房東是一對老夫妻 他們就住在我家樓下 那一開始也都是很親切很熱心喔 但是有一天我回家 我就在窗台 看到一個不是我的東西 是一個延長線 然後那條延長線 是插在牆壁上的插座 那你就一定會看他連到哪 我就看到延長線 就穿過窗戶 然後我就這樣看 那他怎麼到你家的 對 我不知道 他要從你這邊偷你的店 對 然後到他那邊 因為我有一陣子很常出外景 比如說都不在家 然後我狗也不在家 我都會送去寵物旅館 然後他可能就是抓準了 我常常不在家 他可能算錯時間了 所以我有一天 我就真的覺得太詭異了 我就拿著下去問他 我說為什麼我在我家 會發現 這好可怕 你還看照他啊 那要不然怎麼辦 請問你住幾樓 我住四樓 他住三樓 好可怕 他是蜘蛛人 蜘蛛人啊 對啊 是不是這個人 他外牆進來 怎麼 不知道 我後來想 他說沒有啊 他說他不知道 他就是一直給我裝上 這個才是真的有你家鑰匙的 對啊 但是我也是換了門 我後來我就是換了鎖 我好毛喔 你家的門 所以一天到晚被人家吐吐喘 我現在講 我其實也有雞皮疙瘩 我覺得他有可能 你沒有報警 我沒有報警 那時候我都說比較好報警 膽子也很大沒想多是不是 我想說我好朋友住在隔壁 他們整家人住隔壁 然後是他介紹我 那我跟他們講 他們也覺得很傻眼 就怎麼會有一個延長線是到樓下 這樣子 而且插著他們家的魚缸 這太難了 他跟我說他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其實很多房東都有錯誤的觀念 就是說 譬如說我這個東西租給你了 那所有權還是我的 我想要進去看一下 譬如說很多房東他會認為說 你們找了很多朋友回來 是不是有這個吸毒啊 還是有製造噪音啊 那我要去關心一下 或者是說有沒有破壞我的裝潢 或者是給我操用墊之類的 事實上這些行為都是違法 因為你在出租給這個承租人之後 他的這個所有權雖然是你的 但使用權跟租刃權都是租客的 所以原則上我們承租了這個房子之後呢 我們就沒有義務要再讓房東 包括開門 都不行 都說我看一下你在煮什麼菜啊 你在煮什麼魚啊 什麼的啊 聞到味道 你今天穿什麼啊 你懂一下 你今天吃什麼啊 這個都不行 電這個行嗎 這更是恐怖 他今天可以用你的電 明天可以用你的水 對 不知道他到底用了什麼 等於就是你完全沒有椅子 沒有 我覺得這樣睡你的床 他才可怕 年紀比較輕 然後你也沒什麼經驗 然後想說不能鬧到警察局鬧大 我覺得是不是有很多的房東 他們在租給就是房客的時候 他們其實都會多留一份鑰匙 其實我覺得多留 多留我覺得沒有會 因為是你沒有 就不是故意進來啊 你沒有合作耶 對啊 我覺得他是找人來開的 多留 多留是都會有 他還是要會同椅掌 跟這個管區的景 做一個證明才能夠進去 所以能夠隨意進去的 謝謝小孫子 謝謝小孫子 感谢观看